费了好大的劲我才找到这个官媒一条消息 当然自媒体很多了 有说4月1号的有说5月1号的 但是这个官媒有报道第一财经报道的5月1号以后 泰国已经不用看这个核算报告 可以随便进入 然后这个酒店的和航班航班上涨了20% 此前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 自4月份起入境泰国旅客不需要行前72小时核算检测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评论下面 基本上都是反对泰国的 就是替泰国担心的 诅咒的好像这个也不能叫做担心 就是诅咒他 他们评论去泰国旅游感染了别回来就行 去时200斤回来就200克烧成骨灰了 提倡共存的时候可以去 但是去了就别回国 不要不敢去 普吉岛已经人山人海了 谁搭理你们不敢去 真羡慕啊这才是生活 外国人傻不傻 我觉得外国人不应该傻 国内的人傻不傻 我不好说 大家只是选择最符合本国国情的防疫政策 现在一味羡慕国外开明自由正确的人 和当年那些唱着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哦最后最近一代的工资成长起来了 这个哥们的这个回答让人困惑 前后矛盾 吴伟李爷这个巨大的是吧 坟头级的这个红坟 看他怎么说 他说泰国政府宣布将一步放宽 入境政策 布子卖的太大容易扯到蛋 拭目以待吧 哎 扯不扯 人家不不打理你是吧 没有多少官媒评论 差别太大了是吧 就是有的地方都那个样子 而他们都那个样子 这个这个怎么说呀 这个是吧 差别极大 是应该有差别 不怎么没差别 那才让人奇怪了 是吧 有差别是一种真实反应 那 他就是有差别 是吧 不但是他如此 很多地方也都在放开 不但是他 嗯 好像有很多的 泰国有很多的这个宾馆 然后门票 都在免费啊 呃都在免费啊 原家八百泰铢 现在免费 这什么什么 有人罗列了 现在泰国有多少免费的地方 可能吸引全世界人去他那里游啊 你这里 晒鱼竿 人家趁此发大财 谁的日子更好过 不知道啊 人家没有政治取向 是吧 人家就想发财好好过日子 不像这个吴维李爷这种人 是吧 天天要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 你他娘的累不累啊 你说你这个孙子 是吧 唉 大家帮我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 到这里骂 骂这个吴维李爷去 我在这里骂不爽 我这个农民工到那里去骂吧 朋友帮我想想办法 我订阅一下